足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鬼妖鬼 影片一开场 肥宝带着只妇为婚的猪女 正撅着定斯文的 在师父九叔的帮助下 肥宝和猪女躲进了一座宅院 猪女的爹地猪园外 带着人兜着屁股就追着上了 九叔说这可是一座鬼宅啊 里面的饿死鬼非常的凶悍 正等着给人发喝饭 这帮人一听全吓尿 等人走了之后 肥宝和猪女才发现 院子里放着两棵棺材 不过这肥宝义高人胆大 什么都不怕 拉着猪女就打算上楼睡一觉 煎饼果子再来一套 可此时的猪女拿到那心思 当时就蜿蜒先绝了 这两口棺材里装的是一对夫妻 僵尸老公一看 这天也不早了 于是就窜了出来 开始到处下溜达 听到动静的猪女起身一看 当时就吓妖 急忙把肥宝给叫醒了 很快僵尸老公连蹦带跳的 就上了楼了 这僵尸老公不仅是个烟鬼 还是个色鬼 一眼就看上了猪女 肥宝一看那能干 两人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叮冷光当很快就把 棺材里的僵尸老婆搅不醒了 这次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肥宝突然浑身一击领梦就醒了 九叔说做个梦还自娃乱叫的 是不是被吓妙了 肥宝和师弟小海跟着九叔去喝茶 这个茶楼正是猪女的老爸猪羊会开的 本镇的顽固子弟史公子 基于猪女的美色一酒 整天做梦都想把猪女搞到手 史公子虽然是个草包 但他雇佣的巫师却是个会旁门左道的大坏蛋 这史公子知道肥宝和猪女是指妇为婚的一对 因此就想找找肥宝的事 为了防止史公子吃猪女的豆腐 肥宝主动去给史公子送茶 肥宝说猪女是我老婆 你就甭想着猪公好白菜耍不来 双方话不投机 这俩孙子就开始使坏 肥宝也是个暴屁气的 说孙子有种就出来跟我单挑 史公子一听当时就吓鸟 巫师说沉住气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在巫师邪术的助力下 手无伏击之力的史公子 马上就会耍后拳 刚开始可把肥宝揍得不轻 不过这孙子没嚣张多久 巫师的阴谋就被识破了 朱元外一看肥宝又跟人打架 可气得不轻 说端午节之前准备好聘礼 不然我就到乡公所跟你解除婚圆 要说打架肥宝谁都不怕 可一提前这哥们就彻底面了 抠门的九叔只给了肥宝十块他养 让他把何老板卖粥的小摊盘下来创业 可让肥宝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刚把钱给何老板 就发现何老板在他对面 又开了一家更大的住铺 不仅把客人全给勾引过去 而且还在招牌上写着 唯一老字号地方讲报 哎呀都说城市套鲁身赶紧回农村 可这十八线的破地也是一步一个坑啊 把人摔的是两眼冒进行 到了后半夜 还在坚守着肥宝正在打盹的时候 女鬼小红漂亮而至 等小红走了之后肥宝才发现 对方给的竟是死人钱 这下肥宝可不干了 一路跟踪小红来到一破呆子 本来肥宝想给小红一点颜色 可没想到小红这么做 全是为了他那个失明的老妈 肥宝最终被小红的孝心所打动 把这娘俩暂时安定在了自己家 为了能够让肥宝快速的发家之苦 小海找到了小红 希望小红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把史公子家值起来的东西都给偷过来 到了晚上 小红变成猪女的样子 跟着史公子回到家 可两人刚走到门口就撞见了巫师 巫师一眼就把小红给看穿了 偷偷给了史公子一道符 当小红正在往楼下扔古董的时候 史公子上去就抱住小红 然后把那道符贴在了小红的背后 小红一声惨叫 灵魂差点就出了窍了 肥宝和小海一看小红要吃亏 两人急忙破窗而入 而九叔也神奇般的感到 当九叔得知俩徒弟 跟女鬼合伙骗史公子 可把他给喜欢 非要把小红给收了不可 哎呀 要说九叔这悠悠球 玩的是真不错 都赶上火力少年王了 虽然小红有点掏能力 可跟九叔根本就不在一个段落 没过几招就被九叔送入圈了 肥宝一看师父如此铁石心肠 上去就给了九叔一拳 伤心欲绝的九叔带着小海离开之后 又被小海给焦虑了一顿 九叔说苍天在上 如果我错了就让雷过来劈我 刚吃了黄豆的老天爷就等这句话 劈了啪啦就放了两个劈 差点把九叔给绷死 老天爷的这两个劈 如醍醐灌顶 九叔当时就清醒 正所谓听君一席话圣都十年书 九叔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急忙来到屋里向肥宝和小红道歉 并热情的邀请小红和他妈咪到自己家赞助 为了打击暴虎 巫师开谈做法利用巫术整骨肥宝 吃瓜的肥宝正在睡觉呢 突然就遭到了袭击 灵魂很快就被巫师弄到了小猪的身上 丢了魂的肥宝 从此只会说惊惊啪啪这一句话 为了防止肥宝出意外 九叔让女鬼小红先暂时上了肥宝的身 到了晚上 九叔带着小海去招肥宝的魂魄 趁着九叔和小海不在 史公子和巫师来到了九叔家 很快巫师就跟小红洽了起来 史公子则就请朱元外 巫师这边刚把小红从肥宝身体里撵出去 史公子带着朱元外和猪女就赶到了 史公子把朱元外叫来的目的 是想让朱元外看看肥宝现在的啥样 然后赶快解除婚怨 当巫师正打算对小红下毒手的时候 九叔及时赶刀 并且带回了那头小猪 随后九叔发功 很快就让肥宝的魂魄归位 由于被巫师打成了重伤 小红目前只剩下半条鬼命 如果想救小红 那就必须有人贡献出杨气 但会因此折兽 九叔和老太太年龄太大不太合适 肥宝刚刚复原也不太合适 因此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小海 为了对付九叔 巫师不仅给朱元外下了酱头还下了骨 被下了酱头的朱元外 在巫师的操纵下 拿着菜刀来到了九叔家 正在蹲坑的肥宝 当时就吓尿了 九叔把朱元外揍晕之后 开始跟巫师隔空弄法 这二位都不是省油的灯 憋猪屁运足器就开始使用超能力了 高手过招 胜负就在一瞬间 把巫师打伤之后 为了拿到救朱元外的解药 九叔带着俩徒弟去救巫师 巫师背水一战 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 可把这三位揍得不清 影片的最后 师徒三人齐心合理 终于把巫师送进了地狱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呀 做人一定要端正 不该碰的不能吧 欺男霸女瞎回来 迟早哪天丢了命